金言恩一战成名 说起韩国的女神 她们有的在结婚之后 依旧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 名气依旧火爆 有的则会选择鲜少在媒体上露面 等到复出之时 也再不复往日风采 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位女星 可是有点来头 曾经的韩国事后 40岁远家豪门城阔胎 李瑞震都为其至今为家 想到这里 大家对于这个人的身份 已经呼之欲出 没错 她就是演员金言恩 出生于首尔的金言恩 有着非常献和的家庭背景 她的外祖父舅舅 在韩国商界都非常有名 金言恩的舅舅金像范 是韩国大型财阀集团的 首席执行官 也是因此 金言恩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气质 除此之外 居悉金言恩的母亲曾经参加过 1971年 巨型的上清北道小姐宣拔 她的姑姑曾经参加过 韩国小姐的宣拔 骨子里就流淌着美女的基因 金言恩曾经说过 妈妈参加比赛的时候 并没有进入决赛 不过得益于妈妈良好的气质和教养 金言恩从小就被打扮得非常美丽漂亮 而且金言恩的父母感情也非常好 这给金言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和所有的新人一样 金言恩在刚刚出道的时候 也是默默无闻的 低调地拍摄了多部作品之后 终于迎来了那个让她一炮而红的几回 1998年 金言恩在《向日葵》当中 饰演了一名精神病人 这个角色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相较于同居的其他演员 金言恩的表现非常亮眼 拍摄完这部作品之后 金言恩为电信公司拍摄了广告 进一步提升了人气 走红之后 金言恩开始以主角的身份 参演多部作品 2002年和2004年 分别参演了电视剧 加满的荣耀和巴黎恋人 出色的演技为她赢得了诸多的荣耀 也巩固了她在演艺圈的地位 一跃成为韩国顶级女星 相信很多喜欢金言恩的观众 都是因为一部巴黎恋人入坑的 在剧中金言恩通过自己丰富的表情 以及细腻的演技 把江泰英这样一个活泼开朗 又有些马达哈的女孩 完美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因为共情力十足的演技 在观剧过程中 看到她受委屈 观众甚至会产生恋爱 她傻傻的模样也是让人喜欢 还有朴欣杨饰演的韩社长 更是堪称霸总的巅峰 商场上她是叱咤逢云的自身纵材 又不好惹又懂得克制 不仅如此韩社长还情商很高 经常举重若倾地照顾他人的情绪 幽默地化解尴尬 暴起之外 还有社长对女主的深情与尊重 该剧在当时更是成为韩国五年内 最短时间突破40%和50%收视大观的电视剧 同时也是2004年单集收视冠军 与此同时 在拍摄巴黎恋人期间 男主李瑞震和女主金言 还因此生情走到了一期 成为了现实中的恋人 在当年他们更是被网友票选为 大家最期待不如礼堂的演艺群情侣军军 期间金言恩表示 我正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之中 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 李瑞震也在网上发文表示 希望能够在大家默默地关心下 我也能够安静地维护降临到我身上的缘分 我认为这是上天赐予我的缘分 我会接受和珍惜 彼时两个人 一个是刚出演过大热剧的当红女主角 一个有茶木 活尿 这样景点剧的大热男主角 恋爱已经公开 便引起了轰动 因为郎才女貌很般配 也被很多人看好 很多网友很是羡慕这天造地设的一对 羡慕他们不仅在事业上可以有所成就 还能收获到自己想要的爱情 但正所谓豪门神四海 李瑞震的家是背景献横 母亲当然也是贵妇一名 这种豪门家庭多数 都不愿意接受女演员成为媳妇 举行当时李瑞震的母亲 嫌弃金颜恩配不上儿子 极力反对他们的婚事 因此李瑞震与金颜恩 常常为了母亲发生争执 两人也因为这样隔阂越来越大 时间久而久之 两人感情上出现了隔阂 外加性格上的差异问题 最终就当不被祝福的爱情 在相恋两年的时间内 便宣告终结 让不少人大谈可心 当时这件事在被媒体求证时 金颜恩也是泪如泉涌 只说自己很突然地 收到了对方分手的断星 一时间众说纷纭 后来金颜恩透过经纪公司表示 自己是在电话中被分手 原因是李瑞震顺从了母亲的意愿 放弃爱情 这件事一度在网上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有人说原因是金颜恩 与李瑞震交往期间 曾因一次小小的语言失误 让李瑞震的母亲不高兴 后来矛盾并没有被解决 而是越来越大 尽管金颜恩曾经很努力地 想弥补这个事物 但仍无济于失 也有人说原因是金颜恩太能花钱 据说双方在美国旅行的时候 由男方负账买了很多东西 而妈妈看到了巨额的购物单后 就有些不高兴 等到发现吃巨资买回来的东西 几乎全部是送给金颜恩的 妈妈就更生气了 感觉没有受到尊重 但与他们分手的原因 又不止一个版本 但无疑被证实过 或许正是因为这段感情的不及而终 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这件事情之后 李瑞震独自跑到香港疗伤 绝不向外界提起分手的原因 而女性金颜恩经历了和美大哥的恋情战棋后 在娱乐圈的奋斗力度直行下降 两人面对感情的勇气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金颜恩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从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 直到五年后 金颜恩接受了下一段感情 相处三年后 于2016年结婚 他选择的是一个圈外人 很少出现在公众事业中 金颜恩的丈夫来自美国 据说是有高薪收入的金融业从业者 同时也是一名韩义夫二代 其父母经营着一家百货公司 两人婚后选择居住在香港 金颜恩与丈夫开始交往时 男方是带着一个女儿的李易南 这件事情在当时还是备受争议 许多人觉得他是为了嫁入豪门当阔胎 毕竟在韩国娱乐圈 嫁入豪门是众多女性的梦想 面对外界的质疑声 金颜恩并没有理会 婚礼上也没有好华举办 只邀请家人跟朋友参加 婚后的他也是主线引退 与丈夫一同去了香港生活 当起了家庭祝福 和孩子的关系也很好 现在两个人的婚姻也很幸福 在与丈夫结婚六年里 一直恩爱如初 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孩子 当被问到是不是选择丁克苏时 金颜恩曾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在电视剧里厌人的一生 都要经历结婚生子的阶段 也期待自己的人生中 也有同样的体验 不过一切顺其自然 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 金颜恩依旧把丈夫与前妻的女儿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像他这样的大发明星 能为爱降低姿态 确实少奸 然而他的前男友李瑞珍 自从与他分手后 一改一往的高冷形象 化身综艺达人 如今五十余岁 还是单身艺人 再也没有公开过新恋情 被网友们猜测 是无法从失败的感情里走出来 他本人也在综艺节目中 小森林里表示 一个人生活已经习惯了 而且自己已经快五十岁 都到了抱孙子的年纪 还和谁去结婚呀 他还说过 年纪越大 他对结婚这件事的兴趣 就越来越小了 看上去也的确如此 每当在节目中提起婚姻时 他总会表示太晚了 像是要将破婚进行到底 就这样两个人一别两宽之后 终于以各自认为最好的方式 各自欢喜 我们对此除了祝福 也只有祝福了